第三百零八级 好牵硬啊 霍宇和赞叹一声 刚才三生镇魂顶上传来的力量 他在施展兵地之整的情况下都被震开 可见其威能 落地的三生镇魂顶贵气十足 暗金色光芒仿佛活怪了一般 绕顶流转 萧萧不得意的道 第三魂环 千年魂环之际顶之威 令我的三生镇魂顶就像是进行暗金孔爪雄变身一般 防御力大幅的提升 至少是以前的三倍 而且先施展顶之威 再施展其他两个魂技 也是威力倍增 就像那些兽魂师通过魂技对本体增幅一样 有了他 我的三生镇魂顶全面提升 再想击碎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看顶之镇 一边说着 萧萧再次娇和一声 伴随着雷霆般的轰鸣 以三生镇魂顶为中心 一层暗金色光芸向外延伸出左右半斤三米开外 暗金色所过之处 大地轰然塌陷 令三生镇魂顶足足下陷一米 强烈的震波甚至令空气都有些扭曲 虽然没有在那范围之内 但霍雨后和王东却依旧感受到大地的震动 正如萧萧所说 有了顶之威这个第三魂计 他的三生镇魂顶相当于是产生了质的飞跃啊 太棒了 卡威控制防御 你这三生镇魂顶不愧是强大的器武魂 王东不由赞叹道 萧萧的实力成长也相当于是他们团队的力量大增儿 在史莱克七怪中 他们三个的修为最弱 要说没有追赶学长们的心思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们三个也都是双生无魂 潜能也是最大的 萧萧嬉戏一笑 看向霍雨后道 班长 快上我们看看 那些险些弄坏我手臂的家伙 威力有多强 哪怕只是提起暗金孔爪右掌骨 萧萧现在都还有些心有余己 要不是霍雨后即使吸走了那份力量 他那条右臂恐怕就保不住了 霍雨后点了点头 右手抬起 只见暗金色光芒一闪 五根齿鱼长如同刀刃一般的暗金色利爪 就从他的手掌中窜了出来 这个暗金孔爪右掌骨融合起来相当困难 不过 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魂骨 它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眼前这样的普通形态 另一种 则是魂迹攻击形态 你们看 一边说着 霍雨后脚尖一条 将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带着飞了起来 右手一挥 也没有听到任何铿锵的声音 那块均硬的石头就已经分成了几块 石块扑扑落地 萧萧和王东赶忙上前查看 这件石块居然就那么被切割开来 切口平滑如尽 萧萧目瞪口呆的道 这 这简直就像切豆腐一样啊 好锋利 霍雨后呵呵小道 现在不觉得亏欠我太多了吧 我也得到了一块极好的魂骨啊 暗金孔爪雄能够成为当今最危险的魂首之一 主要就是在他这一对暗金孔爪之上 萧萧摇了摇头 他可认真地说道 那不一样的 班长 我知道的 霍雨后微笑道 好 不说这些了 给你们看看 他的魂迹形态 一边说着 他的眼神微微一宁 又长暗金孔爪朝着远处虚空挥动 顿时强烈的暗金色光芒瞬间迸发而出 那强悍的暗金孔爪瞬间在空中化为一道长达三米的暗金色爪影 直接拍击在了地面上 没有见其任何尘土 五道长三米的巨大切痕瞬间出现在地面 留下了五道深深的沟壑 那一瞬间的锋锐 仿佛将空气都切割开了似的 直到攻击结束 空气中还留下扑扑如漏气般的声音 霍宇浩向萧萧取笑道 要不用你的顶之威试试我的暗金孔爪 不用了 谢谢 萧萧赶忙摇头 慌不迭将自己的三身正魂顶收了起来 王东道 宇浩 这暗金孔爪对魂力的消耗如何 霍宇浩道 还好 因为它只是出自于两千年的暗金孔爪熊 本体形态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消耗 它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和手没什么区别 使用魂技的时候 消耗就比较大了 使用一次 需要接近三成魂力 玄老说的对 我能感觉到 这块右脏骨和我有融合之后 在缓慢的吸收我的力量 似乎真的能进化使得 王东道 走吧 咱们再进星斗大森林 希望能延续之前的运气 尽快给你 也找到合适的魂兽 附加第三魂环 嗯 霍宇浩点了点头 成为魂尊 是每一名强大魂师的必经之路 也是魂师成长过程中的第一道分水岭 一些先天魂力较弱 五魂较弱的魂师 终其一生 也很难突破三环这道门槛 而过了这道门槛之后 也就再不是初级魂师 而是进入了终极的门槛 哪怕霍宇浩三人并不等同于普通的魂尊 但魂力等级 依旧是他们必须要突破的 略做收拾 三人再次朝着星斗大森林的方向而去 几十里的距离转瞬极致 依旧是霍宇浩在前 王东和晓晓两人赛后 再次进入星斗大森林后 三人已经有些轻车熟路的感觉了 霍宇浩开启精神探测共享 三人比第一次进入星斗大森林时速度要快了许多 不到半个时辰 就深入到了十里范围内 开始寻找适合霍宇浩提升的魂兽 霍宇浩虽然知道适合自己的精神系魂兽不会好找 但也没想到寻找起来居然如此困难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 他们在进入星斗大森林十里左右的位置 几乎环绕了半个星斗大森林 竟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精神系魂兽也有碰到 但不是实力极为弱小 就是修炼年限不足 总不能去融合十年和百年的魂环吧 在此期间 他们对于魂兽的策略也发生了转变 不再单纯的以善良为本 不主动招惹魂兽 但遭遇主动攻击的魂兽也绝不手软 这样一来果然避免了很多麻烦 没有再出现过低阶魂兽引来高阶魂兽的情况 不过这十天 他们也不是全无收获 在星斗大森林内 他们的精神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这里可是随时都会遭遇生命危机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之前参加大赛的经历 实战经验 以及后来闭关领悟的所得 也渐渐融会贯通 三人的配合也是越来越默契 千年魂兽 在他们面前已经没有太大威胁 当然这指的是单只魂兽 如果遭遇族群类的魂兽 他们就只有扭头就跑的份 十天理念 无论心态 战斗素养 还是自身能力的开发 对他们来说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而这十天之内 玄老也再没有出现过 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一切都任由他们自行发挥 霍宇浩越来越明白 为什么最初自己在史莱克学院 没有被列为核心弟子了 自己的灵某五魂 想要获得合适的红环 实在是困难 好运气也似乎在猎杀了那只 暗精孔爪雄后涌尽了 又是夜幕降临 霍宇浩三人 重新撤出了星斗大森林 露宿在三十里外的一处深奥之中 两个简单的小帐篷 就是他们暂时的窝 宇浩 继续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们已经在星斗大森林外围 游走了过半圈 但连精神系浑兽都少见 更别说是年限修为 以及各方面都适合你的了 王东看着烤肉的霍宇浩 周眉说道 霍宇浩熟练的翻转着手中的烤肉 玄爪适合我的魂兽果然困难 精神系的魂兽不但罕见 适合我的就更加罕见了 萧萧道 班长 不如我们再深入一些吧 如果我们将进入的距离 从十里增加到二十里 相信能够见到的魂兽品质整体 会有很大提升 霍宇浩沉默了 虽然他们都知道 有玄老在暗中保护 但作为新一代的 使来个奇怪 他们的心都是骄傲的 除非遭遇特殊情况 他们绝不希望玄老插手 以他们的天分 当然感觉得到 这十天地点 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提升 尤其是已经获得了第三魂纪的萧萧 感觉最明显 他那顶之威 已经运用的越来越得心用手了 一扫之前的颓势 往往在对敌之中 能够起到一锤定音的重要作用 王东点了点头道 嗯 我也同意 雨昊 你不用想的太多 以咱们三人联手的实力 就算是遭遇一万年修为左右的魂兽 也勉强能应付 最起码 自保问题不大 在深入十公里距离 星斗大森林中 中央区域也远得很 无非就是百年魂兽少见一些 只要我们足够小心 加上你的精神探测共享预警 应该不会太危险 而且压力越大 对于我们自身能力的提升 好处也就越多 玄老为什么一直都没出来 甚至没跑来吃你的烤肉 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加历练 这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 无论是魂力还是战斗经验 进步都特别快 霍雨昊点了点头 好 那我们就再深入一些 不过 我有言在先 一旦我们遭遇万年魂兽 战斗之后 就立刻 撤入危险区域 作为三人小队名副其实的队长 他必须要为整个团队的安全着想 依他们的实力 确实可以再深入一些了 再加上暗中保护他们的玄老 霍雨昊也就没有再坚持 吃过晚饭后 三人早早休息 帐篷对他们来说 其实只是遮着夜路而已 霍雨昊和王东在一个帐篷内修炼 肖肖则自己一个帐篷 虽然霍雨昊的宣天宫已经修炼到了瓶颈 但后级勃发是每一个魂师都明白的知识 暂时的瓶颈并不影响修炼的提升 会在获取魂环后直接提升到位 据说这一现象就是当初史莱克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有大师之称的学院 当时第一教师确立的 这位大师研究出的魂师界十大核心竞争地 也是后来奠定史莱克学院称为大陆第一学院基础的重中制度 正在他们修炼到夜班三更之时 突然霍雨昊眼皮微动 迅速睁开了双眼 在他睁眼的瞬间 金光甚至和小小的帐篷内出现了光明 浩东之力也是迅速分离 各自化为自身魂力回归 王东也随之睁开了双眸 怎么了 雨昊 王东有些疑惑地看向他 霍雨昊沉声道 有人 我出去看看 你叫醒萧萧 这些人应该是冲着星岛大森林来的 好 两人同时出了帐篷 霍雨昊眼中金光闪烁 林某的两个魂环也随之从脚下升起 精神探测在他的刻意催动下朝着一个方向扫去 单纯一个方向的探测 他现在已经能够探测到六百米开外 而且极为准确 萧萧和王东已经从帐篷中钻了出来 勾火是在两个帐篷之间点燃的 居逐着夜晚的清冷 此时映照在三人的面庞上 淡淡的红光飘摇 霍雨昊低声经自己探测到的情况爆了出来 八个人 六男二女 六名男子中 有一位我无法探查到羞为的存在 恐怕有七环的实力 另外五人 有一名魂帝和四名魂王 两名女子的实力都在三环左右 和我们差不多 正向着我们这边过来 王东说要不要逼一逼 霍雨昊摇了摇头 啊 不用 他们肯定不是针对我们而来的 马上就到了 帐篷和篝火又不能迅速消灭踪迹 反而会让人怀疑 我们自然一些 等他们前来就是 很可能是去星斗大森林中掠杀浑兽的 和我们目的倒是一样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已经有声音传来 诶 这边有火光 话音未落 一道身影 就已经出现在了霍雨昊三人视线之中 那是一名身材瘦长的男子 新瘦的身材就像是一根竹竿一般 但速度却是极快的 人一出现 目光立刻就落在了 刚围着篝火坐下的霍雨昊三人身上 霍雨昊三人也像是突然被惊动了一般 惊恶的看向他